編繞起來 謝謝新專輯M.I.H.A. 謝謝 謝謝 哇 這有十五首歌啊各位 還有附這個 好酷喔 旁邊那個標籤意思就是 不要給我貼標籤 讓我放在旁邊這樣 了解了解 有很多巧思耶 而且你十五首歌這應該是 你這兩年的所有的創作 整合成一個專輯 對 沒錯 就是我自己的創作 跟唐山老師 亭竹老師 一起的創作 全部都放在裡面 擺明就是要來拿金曲獎的 真的 真的是這樣 那我們會是對手喔 真的還假的 我也有抱喔 你奇怪的 跟你分享一個故事啊 就是因為我一直都知道 算一下我們就比較熟了嘛 我一直都知道你是 爾瑄的師妹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在森林之王 在第一集的時候 然後我在旁邊這樣晃一晃 我就看到哇 這個正妹是誰 你要告白了是不是 你師妹好正喔 然後結果爾瑄就說 幹嘛你這個變態這樣 我說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我就去追一波囉這樣 我已經聽過這個故事了 但他用的詞是不一樣的詞 這樣有點sensor掉 對對對 嘿嘿 在台上就不一樣了 對對對 屁孩是你的菜嗎 屁孩嗎 是嗎 哇 問這麼直接喔 一半是我的菜 另外一半不是 哪一半 哪一半 長相 等一下 各位的搞沒有這一題 等一下 是主持人也幫忙 那個面子要顧一下吧 不 因為你在森林之王 有跟那個老蕭 有 合作過嘛 對 沒錯 老蕭老師那你也跟高爾瑄合唱過嘛 嗯 那這兩個你分別說一下 分享一下 跟他們兩個一起合作是什麼感覺 差別在哪裡 老蕭比較老 沒有 不是 就是他比較 他比較 他比較 他比較自在 他好自在 喔 那你會很緊張嗎 我那一天 其實就是唱到一半就不會緊張 你要看他們那一天的那個場景 聊到爆耶 他就是老蕭老師在彈鋼琴嘛 然後他就這樣 你找我幻幻走 走開 不要不要 他就這樣 那真的是 那跟爾瑄呢 跟爾瑄合作起來感覺怎麼樣 嗯 他超 他很尷尬 他很尷尬 他叫尬店小王子 不是沒有 不是沒有原因 不是很尷尬的尬子耶 尬店小王子 對 真的是很尬 我已經準備好 我已經想好之後 雖然等一下可能會有點尷尬 但是我可能就是還是微笑面對 是 他一走進來就說 就這樣看我 然後就走到他的位子上面 然後就坐著 他就說 好尷尬 好尷尬喔 然後我就oh my god不要說出來 哇 最喜歡的 最有感覺的 社會敗類 社會敗類 其實因為我覺得社會敗類是我的轉類點 歌唱的轉類點 對啊 他比較像是一個我 可能比較像跟自己表白這樣 社會敗類不在罵別人 罵我是我自己 然後我表白完了之後 我可能比較 因為比較能夠接受自己一些很多事情 然後對唱歌開始變得 也比較稍微不一樣 最喜歡的呢 其實是猜啦 我這應該我有跟你講過吧 你有講過啊 你唱一下 對 你這樣 這個時候就會 自己 沒有 我讓你有自信一點 猜 你為何不敢猜 愛 我需要一點勇敢 好白 愛 我你願望我離開 你願望我愛 這個字 知道自己唱歌很會了齁 自己知道很會唱歌 但你旁邊就OK了 不行了 最近有一個新的MV 要出來了5月18號 然後那一首歌是TREASURE TREASURE TREASURE YOU YOU 是一首很柔的歌 然後MV我自己哭到爆這樣 對 我有看到 你一直在哭 那個男生倒在你的懷裡 一直在哭 一直在哭這樣 想看新月的饒舌 想看新月的饒舌 等一下 他會嗎 他會那個 因為你是會李傑明那一段的饒舌 對不對 因為至愛 本來本來是李傑明的 對 試一下 你還記得嗎 我記得 來來來來 那個老師OK嗎 我到底是有沒有愛上你 戀愛應該要緊張 可寧靜 確實我心底 可能只是習慣了你 習慣了你 你待在家裡 再多的接觸 再多的心愛 也只停留在身體 可能愛淡了 這份愛有沒有農過 我看算了 心裡的障礙誰能過 別問我怎麼不愛你了 應該問我是怎麼愛上你 我們最初的感情老實講 也是一種心愛成癮 你是一種不能夠接近的毒品 也是一種不能夠接近的毒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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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